材料清搭,慕斯,消化饼杆80克,黄油30克,吉利丁片10克,清水30毫升左右,酸奶300克,淡奶油200毫升,细砂糖,根据酸奶的甜度自行调节,我用的酸奶比较甜,所以糖会少一些,20克,镜面淋面,吉利丁粉3克,清水融化吉利丁粉用,25毫升,白巧克力碎80克,细砂, 吉利丁片进小片泡软,饼干捣碎,倒入融化的黄油搅拌均匀,6寸模具底部变上烘焙之后,倒入混合后的饼干碎压时,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,隔水加热泡软的吉利丁片,加热至完全融化,拿出来放凉备用,打发淡奶油至出现性微纹路,但还可流动状态备用,酸奶中倒入放凉的吉利丁液搅拌均匀后, 加入打好的淡奶油中搅拌至顺滑,倒入拇指,再次放入冰箱继续冷藏3小时,冷藏好的慕斯托模,制作铃面,将25毫升清水倒入吉利丁粉中拌育备用,再将细砂糖裂入,清水一起倒入锅中小火加热至食材融化,再倒入吉利丁粉,再次搅拌,之后倒关火,倒入白巧克力碎, 至于碗搅拌至融化,之后过筛备用,过筛后分别倒入五个不等的碗中,大小分部位,深蓝大粉,湖蓝中粉,粉色,紫色,天蓝外小粉,将湖蓝色倒入深蓝色中,慢慢搅拌并且保持纹路备用,烤盘铺保鲜膜之后放上杯子,杯子上再放上脱模的慕斯,淋上巧克力溶液, 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力,制作你心中的星空吧,小切事衣,慕斯中的糖粉可以根据酸奶的甜度调节,这个可多可少,我个人不太喜欢的甜的,所以放的比较少,酸奶最好选择抽一些的,制作零面时,尽量不要改变食材的用量,尤其是水的多少,加多了最后的溶液会非常稀,导致零面失败, 如果是做8寸的可以适当的增加糖,喝水还有巧克力的用量,冰面时,如果有边缘没有淋到,就可以用小少取盘中滴落的溶液,再次淋到上面,但是动作要快,因为盘中的溶液干得很快,最后再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,就可以食用了。